我们相当于黄问工人 只是我们进化的不是马路 不是小区 我们进化的是网络空间 我叫志恒 是湖南应科的内容安全负责人 哈喽 欢迎大家进入小C的直播间 审核部其实主要是对所有用户 在APP上发布的这些内容 包括视频 音频 图片 文字 进行一件合规性的审核 然后到目前为止 我们整个审核团队 大概是1200人左右 所有用户开播以后 它的直播内容都会先由系统 做一系列的预处理 包括延时 包括截图出征 然后根据图部识别 它会做一个等级的区分 系统标示为 微度比较高的 那这种我们会重点进口 比较常见的其实在直播过程中 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吸烟 很多用户其实不太清楚 吸烟这个东西在直播这个产品上 是不允许的 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纹身 特别是大面积纹身 涉及到低速 类似像那种 我们常常说的路沟 那这种就很容易被 也是很容易被鉴定到低速里面去的 那警告过以后 给一个时间段 它仍不改正的 那我们就会直接 对这个账号功能 进行一个拉黑操作 明显的裸露敏感部位 曝谷这种底线为个人 那它就不会有提示 也不会有警告 它一经发现 立即拉黑 影响比较深刻的 其实是某个地区 政府打算修建 拉基风沙发电站 就在城市的附近 然后可能因为一些沟通的问题 就是大家群众存在一些不满 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些 那个聚众示威的这个行为 然后当时我们发现了以后 以那个事故的发生点为中心 画了一个在GPS上面画了一个圈 10公里 10公里范围里所有的用户 不能直播 然后就把整个这个事情 给防控住了 重大的社会事件期间 你说的十九大 整个具有舆论动员能力的 互联网的平台 微信 QQ 微博 国家有一套规划的机制 就你必须按照这个机制来做 你需要对哪些敏感内容 进行一些规避 这个是我们实际的 23月份的一个收入情况 说绑到这一块 导致它的响应时常过高 其中是吸烟的一场最多 建筑发报 这些人应该需要监控 做一个会合 然后或者要选拔 这样 到主缘 让大家做 重生内容安全这份工作 去保障整个行业内传播的这些内容 依法合规 使命感 这是发生内心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